最近有連鎖咖啡店推出了苦瓜爆凝茶意外爆紅了 不是因為很好喝爆紅 而是因為店員說啊 這每一杯都要手工爆打30下 打到手都長出肌肉了 好說自己到底是在咖啡店上班 還是在健身房上班啊 咖啡店員接到指令搬出一顆大苦瓜 又切又剁又挖 這年頭做餐飲二頭肌還得夠力 苦瓜尬檸檬 再尬冰塊 每杯都要店員手工爆打30下 倒入清香茉莉綠茶 這杯限定推出的苦瓜檸檬茶 敲到店員眼神死 敲到身無可戀 滿清爽的 我覺得很好喝 人家啊 你不覺得苦 但店員覺得苦 就有員工分享 遇到公司團購60杯 一個下午敲了一千八百下 敲到手臂變粗變壯 網友看了又心疼又好笑 這苦瓜飲料 民眾會降火 店員會冒火 我需要貼一下灑龍拔死 那個真的是蠻累的 因為他要一直敲擊 讓苦瓜裡面的成分 還有檸檬的香味出來 所以他要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把店員操到內 意外成為話題賣點 連鎖品牌兩星期內 全台銷售兩萬八千杯 似乎越接近萬聖節 越怪的美食越有買氣 開箱連鎖品牌的新蛋塔 覆蓋蔥花跟芝麻 一刀切開 讓人驚呆 是滿滿鹹香肉末 素食店十月完創意 把胡椒餅變成蛋塔 肉的味道多一點 吃下去還蠻 意外的蠻大的 有一點像 口味算也可以吃 隨機請民眾試吃 想不到滑順的蛋香 跟胡椒 蔥肉香 似乎還算融合在一起 也讓業者搞怪搞出商機 記者綜合報導